各位小朋友好 今天要講的是 分析傳記人物的資料2 追查 各位小朋友 陳龍馬又來了問 關於傳記的問題 他就說 沒有多少人 會願意給自己的醜事 出現在自己的傳記裏面 但是 會不會為自己製造一些 善事呢 那當然有這個可能 如果是這樣 怎知道 他在說謊 善 好像上次這樣說 也可以用各位傳主的 書信日記 來對證 那 假如各位傳主 沒有提供呢 那 雖然 古語就說 善辱人之不是真善 但是 也都沒有幾多個人 會刻意隱瞞自己做過的善事 所以 都會樂意提供 資料的 但是 如果 如果各位傳主 沒有提供任何證明 但是 就說自己做了很多善事 那我們 怎樣分辨真假 那 陳龍馬 你真是有懷疑精神了 既然懷疑呢 就要追查 那 你這一代一定很清楚 現在的資訊科技 就很發達的 那 你懂不懂得上網啊 懂 又曾經做功課上網找資料 那 那就好了 那 譬如說 轉主說自己 某年某月 為某間慈善機構做了什麼善事 上網呢 就很有可能可以查到了 但是 如果那個轉主說自己 經常都私底下做善事 就不可能上網追查了 那 那就可能會和轉主自己的性格 自相矛盾了 有什麼矛盾啊 既然是私底下做善事 就是 不想被人知道了 但是 又在傳記的時候 在那裏宣揚出來 那不是 自相矛盾嗎 但是 他可以說 以前不想被人知道 現在就想被人知道 用來鼓勵其他人都做善事 哈哈 這個的確是一個很美麗的藉口 但是 現在資訊這麼發達 如果他真的做了善事 都會有人幫他上網宣揚的 嘻嘻 有同學說 請我吃十日早餐 但是 要我去他的面書那裏 去讚揚他呀 哈哈 所以 你懷疑那些 網上讚揚轉主的資訊 亦都可能是假的 是啦 你的懷疑呢 都很有道理的 不過 網上讚揚可能是假 網上的 惡罵呢 亦都可能是假的 怎樣可能呀 為什麼不可能呢 有同學請我去他的面書 去讚揚他 但是 就沒有同學請我去 惡罵他 但是假如有同學不喜歡他 那他可以不請自來的 這樣 上網 惡罵一番 喔 是不是 唉 想不到讀傳記 好像讀偵探小說那樣 要運用偵探方法 來分析傳記的內容 是啊 如果不是 你可能就被各位轉主 騙了的啦 好了 各位小朋友 現在呢 就到你們做個練習了 你們知不知道 為什麼讀傳記的時候 要小心分析傳記的資料呀 好了 現在可以停一停這段片 想一想這條問題先 想完之後 先繼續看這段片 看一看個參考答案 好 相信各位小朋友 都想了個答案 現在呢 就給你們一個參考答案 為什麼讀傳記的時候 要小心分析傳記的資料呢 就是要避免 被各位轉主騙了 這樣可以分成三方面 這樣看的 有可能被騙了 那將大惡人 就當作為大善人了 另外呢 亦都轉主 亦都可能 將大惡人美化成為大善人的 即是不一定 將他自己本人 可能他的傳記裡面 就將身邊一些人 朋友家人也好 明明是大惡人的 就美化成為大善人 就不說那些壞事 就不斷說他做了些什麼慈善 之類的那些 另外呢 或者相反地說 轉主呢 都可以握替一些他不喜歡的人 而他不喜歡的人 就未必其實 是一個壞人 或者未必是他說的 不壞 但如果轉主 在傳記裡面 不斷說他 我們又不小心分析的資料 就可能被他騙了 以下這幾個 只是其中一些 可能常見的情況 如果你想到其他的例子 至於合理 都沒有問題的 好了 今天就講到這裡 拜拜